各位观众好 又到了美洲阿山大里看车试的时候 这个星期我拖了几重关系 才来到雪佛兰这个店 是因为之前我在电台看到有人说 雪佛兰的麦瑞宝XR 就最新款那一款 只要11万了挪车价 那一算那最便宜的合资B级车 那还不是它 所以今天赶紧过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之前我们在别克 9万块英朗都落地了 那雪佛兰优惠不应该更给力吗 赶紧我们一个个车来看一下 好我们不整须的 直接来最实在的 今天的主角麦瑞宝XL 一来我就肯定问经理 11万买麦瑞宝XL是不是真的 能不能做到 心里说很奇怪吗 是常态啊 麦瑞宝XL本来入门价格就不会 154,900起步 然后现在我随便给它个45,000优惠 11万能买的裸车 轻轻松松啦 那上面这个11万9啊 这个价格已经买到第二个配置 164,900的那一款 就是后面摆在这一款 最走量就是它了 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配置车 你想一下本来 可能11万多 12万的价格 买个A级车都只能买个 入门版车型 买个卡罗拉都只能买个最低配 买个四域只能买个1.0T 但是后面这个 这个是个完整的B级车 它的尺寸车长4米93 轴距2米7多 是比A级车大很多 B级车尺寸就放在这里 而且配置会在那爆炸呢 很多人就问 你看 无时机入一键启动 打开车门看一下 它的车门还是用真皮的包裹 还是软的 这边也是软材质 自动大灯 多功能方向盘 方向盘是真皮包裹的 然后有屏幕 屏幕有卡胚 下面自动空调 看这边还有真皮的座椅 电动调节的这个座椅调节方式 然后后面尾门打开 空间也很大对不对 还有后排出风口 出风口还带着镀隔 然后座椅也是皮质的 这种配置这种尺寸 是不是个完整的B级车 没有通工减料是吧 没有说很灾 不能用的那种级别吧 但是我当常就问那个经理说 哇 这个车12万这个版本低配动力的 只能买个1.3T三杆动力的 你的客户能不能接受 你看535而已 经理就说没问题啊 中国买车看菜吃饭嘛 价格摆在面前 要什么事能解决不了呢 而且雪佛兰这个1.3T这个动力 很差吗 官方的0到100公里加速数据 只要9.5秒 所以也让有一些客户 本来是看什么 诗域啊 服务课诗的 要转头过来看一下 哇 我买个B级车 性能驾驶都不差的哦 就是底盘炒那么一点点而已 但是在价格面前 炒了一点又有什么所谓 但是经理告诉我 在雪佛兰店里面 最好卖的还不是麦月宝XL 而是后面这个 探戒者SUV啊 这个车其实跟 齐骏CRV差不多级别的 但是它的优势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 它的价格 它的优惠 跟麦月宝XL一样 也优惠4万5 所以它原价可能18万多 那个1.5T中配车型呢 14万3千9 就能拿到裸车 是不是很吸引啊 而且它比麦宝更好的 是它动力系统 不是用1.3T三杆动力 是用1.5T的四杆动力 是不是听起来就更加放心一点了 所以有时候啊 我突然理解为什么 导购上面这么多人 问我这个探戒者的情况 我之前回答 没有什么感觉 不太推荐 但是一看到这个价格 我就完全理解了 这样发现面前 确实很能打 14万多人买这个紧凑型的SUV 所以又想一个问题就是 各位车评人要做导购的时候 哇真的要联系价格才有意义 突然觉得自己 每天来探店真的太重要了 之前我们看过9万块人全包落地 英朗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而这边雪佛兰 来看一下这个跟英朗同源的柯鲁哲 那问过经理呢 优惠也很给力啊 3万6 1.3T的车型 原价11万5左右 然后优惠完大概是 大概是七万七八左右吧 裸车价就拿到全包 肯定9万块左右就能搞定 SUV同样很吸引 但是有一个现象 跟大家说 就现在出了1.5自息的车型 那个1.5反倒优惠 没有1.3T这么大 只有2万8的优惠 所以算起来 1.3T的这个机器 确实性价比挺高的 算的话价格其实跟英朗 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那雪佛兰优势有没有的 我觉得还是有的 因为它的风格更加年轻 更加运动一点 还有更多黑化的这种装饰包围 还更好的 还有雪佛兰的动力操控调教 其实更偏这种驾驶特性的 如果你喜欢驾驶 喜欢年轻人的话 这个可能更适合你 只有选它还是英朗 看你的风格需要了 要买便宜的驾驶车 雪佛兰的真正优势 应该是在科沃兹这一边 这个车原价就不贵 7万9千9到9万9千9 而且这样的价格底下 还有3万块的优惠 所以他们说低配的自动挡车型 包排价也就7万 高配也就8万 所以七八万 买这样一个小车 我觉得人生第一台是真的可以 样子设计比以前更加年轻 更加时尚的 其实我们摄像之前也开科沃兹了 你看现在不是开向亚洲龙走上 人生巅峰了吗 好接下来才是我的菜 7座车 这我不提可能你都忘记 雪佛兰还有这样一台7座车 沃兰多了 其实这个车价格并不贵 原来就14万9千 最走量的版本了 现在优惠3万6千 就裸车价11万多 全包落地13万5千 就能搞定 而这个车 你问我的话 它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7座车的最大优势 就驾驶体验不错 就开起来 你没有什么负担的 很像以前那种奥德赛旅 平时一个人开 一点都不觉得无聊 所以如果你家里 不是什么7座甘需的话 还要经常开着 一个7座车上下班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个好选择来的 看到这个沃兰多 会想起它有个兄弟车型 别克的G16 这两个车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选的差不多价格现在 最大区别 就是沃兰多有7座 中间的第二排 是有三个座位的 但是G16只有6座车型 中间两个座位是独立的 没有这连着五座的版本的 而且另外一个很巨大的区别 要看上来 看一下这边 坐在第三排发现 这隔壁这个窗 这视野 沃兰多这边真的压抑感强很多 这个窗只有这么小一块 但是G16 这个第三排窗会大很多 所以要第三排的乘坐体验来说 G16会比沃兰多更好 今天看雪佛兰这么多车 是不是觉得雪佛兰每一款车 优惠都三万五六起步 然后顶到头好像都没上二十万 来看这边 可以介绍一个三十万的雪佛兰 而且这个车 经理跟我说还没有优惠 顶多只是一些官方的 质款啊补贴啊金融之类 可能小一万吧 大概这样水平 全包落地 他说买人基本上都买高配的 落地价三十五万 买它 其实我觉得买它 并不笨并不亏啊 这个车我开过 里面的底盘 动力匹配 不比隔壁的昂科奇差的哦 底盘我甚至觉得更加舒服一点 还有全黑化的造型 是不是挺帅挺漂亮的 所以喜欢这种造型 喜欢这种底盘舒服的七座车的各位朋友 应该去看一下 汉兰达的药业吧 哎好回来回来说说说说说 其实这个雪佛兰开拓者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样子设计独特而且各方面体验的不错 值得各位为它尝试一下 一说美系车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 哇美系车不能搞的 小问题多保值率又差 不能搞这种 要搞就搞这种什么本田丰田那些 才实在才靠谱 我真的想问你了 你遇到过吗 你周边的朋友会跟你投诉美系车很多小问题吗 反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曾经 坐了三年克沃兹车主人 就跟我说 他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克沃兹不错的 但是开着克沃兹的时候 反倒一直就像这样幻想 觉得风田本田绝对没有质量小问题 绝对没有异想的很好的 那结果把那个亚洲人回来 你看现在18升到环维立体声异想 他会告诉你吗 他不愧的 说说我觉得现在各位不用太纠结 这种网上各种的言论 说什么车都有问题 我觉得四个车都会有小问题 难道我买了奥德赛 回来之后立即就有异想 我现在做完节目就准备去索赔 我会告诉你吗 那不愧吗 对不对 而且再说保值率的问题 你想想20万买个雅各国 所以保值率八成的卖出去 也要也卖个16万亏4万 如果11万的卖月宝XL 只有六成的话 可卖出去7万多 也是亏了个4万块 已经没差多少嘛 所以不用想太多纠结太多 我觉得就用你有限的钱 买体验最好的产品 那就OK了